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请坐 请坐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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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这里为我们说明 由此土修行难 为什么呢 是否退缘了 也就是说 我们六根接触到六层境界 绝大多数是帮助我们退缘 而不是帮助我们前进 故修道者多于牛毛 得道者少于邻国 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 修道的人多 修道的人多 台中连社是他创办的 年友人数很多 超过其他道场 真正往生的人很少 这句话是六十年前老人常说 我们连社同修这么多人 真正能往生的一万人之中 只有三五个 六十年前 现在这个退缘 帮助我们退心的 一年比一年多 退心的数字 年年向上攀升 六十年后的现在 大概老师如果在世 现在会说 一万人之中 只有一两个 没有三五个了 往后 能往生的人越来越少? 什么原因 好像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信心问题 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了 西方文化里头就是教人怀疑 我们老祖宗千万年来 没有教我们怀疑过的 中国人 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条件 五个字叫五常 常是什么真理 永远不变 永远不变 这五个字就是人 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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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如果没有了 上面人意理智全没有了 一定先有信 人意理智都是从信建立起来的 信什么?信自己 和佛法讲得很接近 信自己什么?人性本善 一定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有信 那才有智 往上提升是智 不信就是迷 智就无了 有智才有礼 有礼才有义 有义才有人 人意理智信 怎能无信呢? 无信更得了? 中国古人常说 人意无信 它无办法立足在社会 它不能生存 外国人的信 还有信用卡 中国人的信 没有信用卡 我记得 我在童年的时候 我们住在乡下 乡下有小店 我们在家里 我们在家里无钱 去店里买东西 赚钱 没有凭据 有钱的时候 自自然而 很快就去店里 把钱还清 没有凭据 这就叫靠信用 言而有信 言而有信 我在台湾 早年在台湾 还在工作 我喜欢读书 时时逛书店 老板和我都很熟 我见到中意的书想带回去 我有钱的时候 我再来还给你 亦没有记数 我拿了就走了 有时候老板 将这件事情忘记了 我去还钱的时候 他也觉得很惊讶 我有个老友 在教育部工作做秘书 有一次我们一起逛街 在书店上写费 他很佩服我 他说这个老板很相信你 我说是 我相信他 他相信我 我们不用写任何借据 不用 拿了就走 信用给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问题 全出在信心中 人和人无信 父子无信 兄弟姐妹无信 兄弟姐妹无信 亲戚朋友无信 亲戚朋友无信 那麻烦大了 所以 他也退缘多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很少 什么原因 头一个原因 就是自己对往生怀疑 对极乐世界怀疑 对阿弥陀佛来接引怀疑 一怀疑就全无了 不可以有私毫怀疑 谁能做到 做到的人肯定能往生 几楸世界 绝对不会退转 净宗 今个经中是本经 往生正恩品 这部经上不同我们讲 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就是三贝往生品 往生正恩品 就是这两品 句里图话 诸往生者皆得阿为月之 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 三十二相 是我们娑婆世界 古印度人 风俗习惯旅堂 认为贵人 圣人 相好 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人间大富大贵的相 佛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但是祭乐世界不是三十二相 这个三十二不要当作数字 要当作什么呢 当作圆满 圆满的相 我们地球上的人 圆满的相 圆满的相 三十二相 表圆满表圆满 这个意思就对了 圆满的相 圆满的相 换句话说 这个身上里头能见到整个宇宙 依静壮严 这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叫不可思议 经常那些话是佛讲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纪录世界 每一个往生的人 四土三贝九品 通通得阿维越智 阿维越智就是不退转 下面会讲到 而且具足 上好光明 皆当作佛 在极乐世界 你一定成佛 下面讲 极乐胜于十方者 十方一切 诸佛策土 极乐世界 太殊胜了 超过他们 首在 大业凡夫 一生比个便得阿维越智 阿维越智不是容易得到的 阿维越智是繁语 阴译翻成中文意思是不退 有 不退有三意 第一个为不退 入圣楼不堕凡地 这个凡就是六度凡夫 他不会堕落在轮回里头 当凡夫 他入圣人之流 这里讲地位 以行不退 除 见诗话 除 就是断干净了 见诗烦恼断干净了 见诗 话音经常讲执着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世间 对世出世间一切犯 不再执着 我们执着 他没有执着 所以 行不退 福断陈沙 行度众生 不度小城地 行不退 是菩萨 菩萨 菩萨永远 怀住 度众生的大愿 四皇誓愿里头 众生无边 誓愿度 他不会退 他不会退心 不会退到小城 小城只管自利 没有发大心去度众生 小城人亦度众生 要看他高兴 遇到有缘的他度 没有缘的他不照顾他 不像菩萨 菩萨 菩萨度众生 无条件 所以 祈乐世界 往生的人 不会变成小城 第三个 念不退 破无名 无名烦恼断了 显伐性 那就是我们 上讲的 大切大悟 明心见诚 念念流入如来果海 他不退转 念念向 无相菩提提醒 无相菩提就成佛了 下面再详细 跟你说 这三种不退 我们看 念老的注解 最后一行 以上三种不退 若在此土修持 虽断建华 断建华是什么 小城初果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看这一生之中 能不能够做到 建华 分成五类 第一个是身见 我们每个人 到身 执着是自己 佛讲 这是错的 身不是我 你如果为你的身 做业 那就大错 特错了 佛法里头 大乘佛法 头一个就是破身见 破我执 我是假的 身假中之假 这个错误从哪里来的 从抹拿式来的 这么说起来 好心 抹拿是伊根 阿赖耶 是迷失自性产生的 自称是真心 迷失自性之后 从真心里头 变出一个妄心 这个妄心叫阿赖耶 阿赖耶 是一切 虚妄极根源 所以他叫本色 我们中国俗称为灵魂 阿赖耶就是灵魂 他不是物质现象 他不是物质现象 阿赖耶 作用 维色学家 将他分成四份 自精分 自精分 精自精分 这两份是他的字体 他起作用 有健分 有上分 健分 就是前面七色 都属于他的健分 上分 物质现象 所有物质现象 全是阿赖耶的上分 我们的身体 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 只要物质现象 都是阿赖耶的上分 佛跟我们说 阿赖耶的健分上分 全是假的 都是从一念不觉里头 变现出来的 一念不觉 就叫做无明 所以佛将我们的烦恼 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 无耻无明烦恼 从无明烦恼里头 变现出 沉沙烦恼 再变现出 见尸烦恼 烦恼再多 不出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的烦恼 统统都断了 就成佛 所以这三种不退 和阿赖耶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 唯不退 藏教呢 是初果 下面说 这个位置很低 虽然很低 他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 虽然他现在还未离开六道轮回 但是他在轮回里头有期限 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他就永远摆脱六道轮回 他在六道里头 他在六道里头 绝对不躲三岳道 那就不容易了 而且一定是 人间天上七次往返 就脱离轮回 人间寿命到了 上天 天上寿命到了 又生天 七次往返 他就脱离六道轮回 不像我们 我们在轮回里头 遥遥无期 这就太苦太可怕了 现在我们遇到静宗法门 我们知道有个极乐世界 知道有个阿弥陀佛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我们念佛要往生淨土 就永远脱离轮回了 比正初果更容易 正初果真不容易 你看 你有能力将新建断到吗? 新建断了 还要断边建 总要断建 戒取建 总要断斜建 五大类 不愿 没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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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可能 聽到 接觸到 無一樣不叫你生煩惱 煩惱是什麼 自私自利 是非人我 探塵漆蠻 七情五欲 你能放得下嗎 現在的環境 好像剛才所說的煩惱 它只鼓勵你幫助你增長 它絕對不會幫助你放下 這種就是退縣 退縣太多了 你放不下 這個地方用的是天台的四教 藏通別縣 藏是三藏教 我們叫它做小誠 通是通前通後 通前面小誠 通後面大誠 別教是大誠 不通前頭小誠 原教是圓滿 藏通別縣 四教的教義 原教裡頭通通有 所以原教是初順位 小誠是初果 這樣才正得為不退了 真正成為佛門弟子 佛門真正佛弟子 未正得為不退的 不可以稱佛弟子 我們稱佛弟子 叫名字弟子 有名無實 如果真正正都為不退 如果真正正都為不退 往生西方極力世界 生方便有如土 不是凡聖同居土 如果依這個條件來講 我們在這個世間一生 要取得一個初果取不到 我們的煩惱脫不了 煩惱日日增長 沒有說煩惱日日減少 沒有 沒有說煩惱日日減少 沒有 再往下看 通救菩薩 藏教就沒有了 藏教小誠 沒有菩薩 通救有菩薩 結救濕回鄉的菩薩 這些叫行不退 下面別教初地 原教初住念不退 那是甚麼地位呢 這是甚麼地位呢 禪宗所說的大切大悟 明心見性 教下說的大開完解 淨土中說的離一心不亂 這些是甚麼地位呢 這些是念不退 多難啊 但如果真正將淨土中 理論 方法 警戒 通通搞清楚 搞明白 你死心塌地感 真信切緣 一向專念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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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種不退 你在現在還可以靜得 我看到海賢法師的光點 我感觸好心 來佛寺的海慶 海賢還有他媽媽 我認為他們都達到念不退的階層 他怎麼收的 真信 真願 一句佛號 說明這個人 心裡頭 除一句佛號之外 甚麼都沒有 他是個甚麼心 我們無量受經 經題上講的 他是清淨心 是平等心 清淨心沒有染污 平等心沒有動搖 他甚麼都知道 這就是各疑不迷 甚麼境界 別教初地 原教初住 至少是這種境界 他往生極樂世界 是生十部莊嚴土 他不識字 沒有讀過經 亦未聽過經 這些都沒有關係 六祖維蘭大師 六祖維蘭大師 亦不識字 亦未聽過經 04 過後遍 不識字 高個便 買相關的不知 他教後後 陳 kidding 剛才你念的那一部經是什麽意思 他告訴他 無盡狀給我來 嚇倒了 你講得太好了 捧著本經向他請教 他說我不識字 不要拿經給我看 不識字你為何講得這麽好 這種情形和識不識字讀不讀書沒有關係 為何他見性 叫明心見性 一切法都從自性裏頭流出來的 你見到性一切法 不用學全知道了 各位細心點 看看那隻光點 你看那三個人 海慶 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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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賢的媽媽 你細心看這三個人 是否到了 其而自見 其而自見 這四個字就是大切大明心見性 那句我什麽都知道 這句話就厲害了 什麽都知道 世七世間一切法 通通明白 和六祖大師一樣 你這部經不懂 你讀給他聽 他會告訴你 講經 講經 最高的原則是契機契你 你沒有問題 記 你不是那種根基 跟你講亦無用 就不跟你講了 什麽叫根基 將誤未誤 這就是根基 他跟你講大切大誤 將誤未誤的人沒有了 現在好學的人很多 用功的人亦很多 沒有一個開誤的 為什麽呢 他們求的是知識 無智慧 妄心 集聯心 求知識可以 得 求智慧 不得 為什麽呢 智慧要清靜心求 要恭敬心求 要真誠心求 沒有這三個條件 佛不會教你 為什麽呢 叫廢話 你聽不懂 你接受不到 真誠心 真誠 恭敬 清靜心 能接受 你具備這些條件 佛菩薩會來找你 幫助你 大切大誤 不具備這些條件 你找他 他亦不跟你講 你問他 我不懂 這種是古今 教學的理念不同 方法不同 結果當然就不同 古人那些理念 方法 結果是大遲大誤 明心見性 現在用的那些方法 無真誠 無恭敬 亦無清靜心 講學多聞 能得知識 得不到智慧 現在真正開悟的人 找學生 去哪裏找 太難了 我年輕的時候就碰個釘 自己常年在國外宏返 覺得孤單 沒有一個同參導友 沒有一個同參導友 所以每次從國外回到台灣 頭一件大事就去探老師 我亦講過很多次了 請老師多我培養幾個學生 但我們有師兄弟 可以互相支援 老師都是合馬頭 沒有行動 我講的次數多了 最後一次老師跟我說 不是我不肯教 你跟我找學生 這一句話就把我攔倒了 我去哪裏找個學生 好像我一樣聽話 真正老實聽話 真做 我找不到 所以從此以後 見老師 我不再提了 老師跟我說 學生求一個好老師 難 老師找一個好學生 更難 這些話是真的 所以中國傳統文化 為什麼會睡 法法為什麼會睡 雖在無人 沒有真正老實聽話真做的人 所以 學佛的人很多 老實真做 聽話就沒有了 不具足這三個條件 學佛的人多 周圍都見到 學佛學了整世 仍然搞六度輪迴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頭一個 就不相信自己 認為自己一生罪孽 認為自己一生罪孽 一切眾生 本來是佛 不敢承認 我的業障心寵 我的罪孽心寵 心寵 知道又不會懺悔 這個罪孽 連連加深 看不上 身心寵 作出 也被拯骨 也難道 演繹 他們不想 和 去背景 的照明 稱為佛法 和佛法 都錯了 古代德的註解 無錯 他想错了 他看错了 他用他的意思来解释古人的文字 完全不是古人的原汁原味 又何况佛经 佛经是大智慧 究竟圆满智慧里头流出来的 凡夫怎会懂 佛黎跟我们说我们认不懂 什么原因 我们没有具备做弟子的条件 老师给我们三个条件 我们能接受吗 李老师给我们三个条件 如果现在我亦要求你们 他的条件很简单 第一个条件 你以前所学的 无论跟任何人学的 我不承认 一律作废 我在跟你老师之前 有两个老师 方东美老师教我哲学 张家大师教我佛法 我不复杂 两个老师 但是你老师说不行 他们两个人教的 我也不承认 能不能够接受 从今之后 只听他一个人的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任何出家在家的大德 来台中讲经的说法 你不准去听 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 第三个条件 从现在开始 你看文章就是读书 无论是世间书 还是佛的经典 未经过我同意 不准看 就是这三个条件 你能不能够接受 通常听到这三个条件 会掉头而去 这个缘就没有了 就断了 我那个时候年轻不知道 以为是李老师任闻的条件 但是打听过 别的同学 老师都没有给条件 单独给我这三个条件 我亦莫名其妙 想了几分钟 还是接受了 为什么呢 我去台中见李老师 忏文法师介绍的 朱镜就老居士介绍的 这两位大德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李老师在台湾佛教界 也很有名 所以想到这两个人介绍 我接受了 就留在台中 接受之后 老师怀疑有期限的 那还好 有期限 多久 五年 要遵守三个条件 要守五年 五年之后 就开戒了 什么人讲经你都可以去听 什么书你都可以自己去读 不受限制 这个期限五年 几年之后 我先仿然大悟 中国古时候老师收学生 说五年 持戒 什么戒 就是这三条戒 这三条戒 叫你洗心革面 什么都不看得 什么都不听得 以前学的不算数 一切从头来 不让你看 不让你听 三个月 效果就出来了 自己觉得怎样呢 心清静 习念少了 妄想少了 因为不准你看 不让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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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 我就很佩服 老师这个方法真好 心越来越清静 烦恼越来越少 智慧慢慢开了 以前看不懂的 现在能看得深入 有心度了 听 也能听 听出味道来 听到饭味了 真高兴 到了五年 我跟老师说 我说我完全明白了 我还要遵守五年 所以我守他的方法是十年 老师很开心 五年是刚刚定下来 十年就契入境界了 展开竞卷欲罢不能 真的生欢喜心 真的不疲不厌 现在年纪大了 体力比以前差 以前体力好 七十岁以前 体力好 睡觉的时间不多 精神痛陪 喜欢读书 十年之后不再受限制 看的东西太多了 老师没有要求我 老师如果要求我 我听话 我会真做 应该要求我什么呢 一门深入 一生专攻一门 那我很可能就大切大悟了 为什么呢 一门心是定的 看得太多 知识就很丰富 但是 放爱 得三门 放爱 大切大悟 所以我这一生 再遇到真正 好学 具备这些条件的人 我会给你老师 重周到 我要帮助他 明心见证 帮助他 大切大悟 我走的弯路 不会让他走 我要帮助他 走捷径 走近路 成功的路 这条路 海研发师 做出来 我们见到了 这个是我比不上他的地方 他走的是正确的 我们两个人 缘不同 如果我有他这样的缘 我一定也有他这样的成就 他还有一个小道场 可以安身立命 还有几某田可以耕种 生活不成问题 我一生过着流浪生活 一生没有道场 好在释迦牟尼佛当年 亦是过流浪生活 一生没有道场 多数住在树下林 我们现在讲森林 夜晚树下一宿 日休日中一食 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 我们心就安了 佛弟子应该是这样 我们这一生 没有过过树下一宿的生活 虽然自己没有住所 但是住人家的屋都算不错 都还接受到人家的礼遇 生活还照顾得过得去 我一生就一件事 读经 讲经 不中断我就满意了 其他的想不到 晚年八十五岁 在香港 有个童修 供养一间屋子 在农村里 我去看过 很喜欢 有这样的一间屋子 够了 我就不想再走动 一生在这个地方旺盛 走了几十年 累了 不想动了 国际上 有重要的活动 关系到社会安定 关系到世界和平 这种事情 我要量力了 我这个体力还可以参加 我就去一次 五系重大的 我都不参加 不想动了 我每天的活动 读经 讲经 和同学一起分享 每天四个小时 国外的客人很多 从世界各个地方来 我愿意接待他们 以前他们接待过我 我劝他们 对正宗 对求生 祈乐世界 要真信 要真愿 要真正念佛 念佛的好处 如理如法 地学习 对自己身心健康 老二不须 这种状况 他们是见到的 我八十八 斩眼就九十了 精力不差 这种叫榜样 身心清静 一生于人无争 于世无求 快乐 生活能过得去 有个世的地方 可以遮风避雨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希望越早去越好 这件事情 和修不用操心 寿命不是自己作主 很多同学都知道 我的寿命是45岁 早就走了 四十五岁以后 金珠活佛同我说 阿弥陀佛帮我演场 演场做什么 宏法离生 就做这件事 为出家人做个好榜样 出家人应该学释迦牟尼佛 在家人应该学维摩居士 当年世尊出世 和各位说两尊佛 唯摩居士是在家佛 释迦牟尼佛事现出家佛 两尊佛 唯摩居士的身份 在经典上可以见到 世尊的弟子 这些弟子 可以见到 唯摩居士要鼎礼三败 不可以说他是在家居士 他是佛 在家佛 佛法是师道 他是老师 我们是弟子 我们是弟子 那便要行弟子的礼 所以我们见到菩萨 彼丘 彼丽 见到维摩居士 和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 完全相同 我出家之后 又回到台中 继续接受李老师的教会 因为他是在家居士 我对他的礼节 和出家的师傅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不能将他当做普通人 老师 学生不懂得尊师重道 什么都学不到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 我们看 海燕老和尚的妈妈 晚年的时候 他的兄弟都过世了 老母亲没有人时候 他将他接到道场 一起修行 他母亲由世吃素 念佛 虽然他没有言出加上 他是在家人 在家是他的妈妈 你看他是在家人 有几多个出家人 能赶给他 兒子 女兒 侄女 親人大聲叫了一句 我走了 就真走了 有幾個人能做到 更難得的 八年之後 老和尚時時想到母親在非常艱苦的時候走 埋葬的時候只用很薄的薄板釘了棺材 八年之後環境轉了 也有這個能力想把它改葬 再納杯 紀念 將它的墳墓挖開 棺材打開 人沒有了 棺材裡只剩下幾眼釘棺材的釘 人去了哪裡 不見了 這種例子在古時候只有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完席之後下葬了 以後也有個緣分 有人從新疆 新疆那個時候是外國西域 從那裡回來 跟大家說他在新疆那邊遇到達摩祖師 他說達摩祖師一隻腳穿草鞋 還有一隻腳打尺腳 那核對日期呢 正好是革摩祖師落葬的時候 大家不相信 誰會這樣 再將墳墓挖開 棺材打開 真的 棺材裡頭留下一隻草鞋 他講得沒錯 是真的 棺材裡頭人沒有了 賢老和尚的母親 是否菩薩再來 游棄神通 我們是凡夫不敢說 來佛子三聖 加上他的媽媽三聖 通通都是一生 就一句阿彌陀佛 不是一個人念一個成就 三個人念三個成就 這樣就不可以忽視了 三個人念三個成就 你還可以不相信嗎 海慶留下肉身 海賢往生一年 我不知道幾年會開幹 開幹的時候是不是逆流肉身 看眾生的福報 眾生有福 他會流肉身 為念佛人做證明 三轉法輪作正轉 往生世放 正三種不退 我們將這段文念下去 是正為不退 極樂國土 唯一佛城 故不墮於小城 是行不退 極樂世界無小城 當然是行不退 既生同居 積同生上三土 這句話就厲害了 厲害的就是 積同生上三土 同居土上面 方便土 實佈土 直江土 上直江土 同生 一生一切生 一生一切生 生一土等於生四土 原修原正 於此土中 撇破無明 遣破無明 遣佛聖 而正念不退 破無明 遣佛聖 正念不退 就是 法身菩薩 實佈土 在中國禅宗裡頭所講的 明心見聖 見聖 見聖成佛 破無明 遣佛聖 就是明心見聖 這個地位幾高? 遣佛聖 於念不退中 超盡四十一恩惠 一生成佛 這個成佛 是成究竟圓滿佛 這些文字太重要了 是成佛聖 來佛三聖 為我們表發 對我們修學淨土影響太大了 我們因他們表發 對靖中不再有懷疑 堅定信心 巩固愿心 这一生什么都不想 只想极乐世界 只想阿弥陀佛 记住宁言尚所说的 益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见佛 是在未往生之前就是现在 远功老和尚 维远大师 我们在传记里面见到 他一生见佛四次 凯云老和尚 这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 我有理由相信 他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 绝对不止十次 我们见到他一生辛苦 没有个个一日好日子 他自己非常快乐 你看往生的第三日 大家将他身上蓋的揭开 看他的遗容 面大笑容 而且相貌更好看 眉毛头发变黑了 胡桑也变黑了 发起充满了 我们人不和他来往 他好像很寂寞 批菩萨和他来往 于念不退宗超尽四十一个恩位 这四十一恩位是从初住到等觉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诸实报庄严土 原教 你四十一个为次 有没有呢 我们学过很多次了 不可以说没有 亦不可以说真有 为什么呢 无命断了 不起心不动念 各位想想 不起心不动念 没有分别了 没有分别 哪有四十一个为次 四十一个为次 从分别心里投入出来的 人分别心没有了 执就没有了 分别没有了 起心动念没有了 还有什么为次 这十一个为次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想想佛经上所说的断症 断烦恼精鲍体 你看阿罗汉 阿罗汉 一般见思烦恼断了 就正阿罗汉果 永远超越六度轮回 但是 见思烦恼的集气 未断 未断 建思烦恼断了 集气 未断 所以 也 他在四圣法界 他在四圣法界 星文法界里断 集气 集气断了 他升等 他不是匹之佛 他不是匹之佛 他是菩萨 他是菩萨 菩萨断什么 菩萨断了 尘沙烦恼的集气 集气断干净了 他升等 十法界里头的佛法界 在十法界成佛 佛是将见思 和陈沙 连集气 统统断了 在十法界里头 清佛 佛 他还要断 断慕名烦恼 叫破一品慕名 静一分发生 他脱离十法界 到十部庄严讨 十部庄严讨 原教初注 我们如果问 梦名烦恼断了 梦名烦恼有没有集气 有 见思集气可以断 陈沙集气可以断 梦名集气无办法断 为什么呢 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 你如果想我还要断 无名集气 你动了念头 那你起心动念错了 所以不起心不动念 集气怎么断 任得他 时间内了自然就没有了 要几长时间呢 大乘经教上讲 三个亚真奇劫 无耻无名集气无略 换句话说 这些菩萨在十部土 要住多久呢 三大亚真奇劫 这叫无量寿啊 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 三大亚真奇劫 时间长但是会到 到那个时候 集气就真的没了 没了他就升等 一升等 十部庄严讨不见了 没了 现前是什么 现在他面前的是上直纲 他正得妙国那位 那就是真正无上 正等正觉 妙国如来 涌入上直纲 所以实报图 有人有现 有这样的条件 他就现出来 条件失了他就没有了 不见了 《金刚经》上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没有说实报图例外 当然实报图也包括在雷堂 那上直公图呢 上直公图无相 阿赖耶的三世相母 阿赖耶三世相是业相 《转相》 《转相》 《境界相》 和近代科学家所说的 完全相同 名词 não 当然尚色混合 《转相》 来了 后面一个自然现象 能量 佛在《大乘经》里说过 凡夫用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六意识在妄心里 他所缘的范围最广 他有五十一个心所 那个心所就是现在说的心理作用 他是圆满的 佛说他对外能缘虚空法界 对内他能缘到阿赖耶的三世上 这些画佛陀在世的时候说的 三千年前说的 记载在《大乘经》里 《大乘经》里 近代的物理学家 这种不是物理 他脱离了 从物理走向心理 梁子力学家 近这半个世纪 科学家走向两个方向 就是佛说的 一个是 宏观宇宙 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向外 沿可以沿到宇宙的边缘 天文 观察太空之中的星球 星系 也就是无限大 另外走的呢 另外一些科学家走反方向 他去研究 他去研究 微观世界 那就是 无限的小 德国 德国有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家 普朗克 他有个学生比他更出名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他的学生 他是德国人 一生专门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被他发现到 所用的方法 和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物质将它分裂 分裂到最小的 不可以再分 再分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 法经上的名词叫 极微式 微是微小 极微 不可以再細了 最小的物质现象 这个物质现象再分就没有了 就变成空了 物质现象再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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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被他找到了 他给他的名词叫微宗子 这件事有多大呢 科学家和我们说 一百亿个微宗子 不是一百个 不是一百万个 是一百亿 一百亿个微宗子聚集在一起 他的大小 他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 电子我们肉眼看不到 原子里头的 将原子 打破 看到原子里头有 原子核 有电子有宗子 八十年前 科学家发现原子 认为原子是物质里头最小的 这八十年来 跟着科学不断进步 仪器越来越精密 他们将原子分析 将它打开 发现有原子核 有电子有宗子 再将宗子击破 看看还有什么 电子打破 发现更小的 它不是最小 还有最小的 叫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 好像有六七十种 那么多 这东西还可以打破 打破之后叫夸克 夸克 夸克也有好几十种 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夸克再将它打破 发现微宗子 微宗子打破之后没有了 物质不见了 看到是念头 波动的现象 科学家把迷底找出来了 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念头 产生的幻想 所以 他们向全世界宣布 根据他们 研究得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宇宙之中 根本没有物质存在 物质是念头 波动 产生的幻想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佛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相就是物质现象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抛影 科学家 他早就讲清楚了 给他们的报告讲得更透明 那肯定 《大乘佛经》是科学 我早年学习的时候 老师将《大乘佛学》介绍给我 老师说 他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 现在经过科学家 他们的研究 得到的结论 我们知道 大乘佛学是最高的科学 阿赖耶三世上 现在搞清楚是一个物质 还有的念头 念头点的一回事 未搞清楚 能量究竟是什么 也不清楚 物质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肯定解决念头 念头是什么 它是心理的 它不是物理的 所以根据这个结论 科学家就宣布 科学发展到现在400年 走向一个错误的道路 搞到现在科学遇到平颈 什么原因 二分法 就是将宇宙之间 分为物理心理 错了 物理和心理分不开 它是一不是二 物理从心生的 从念头生的 如果心理不要 那物理现象就没有跟 物从哪里来 从念头来的 念头不是从物理来的 物理是从念头来的 所以它说 心物是一不是二 这里讲得最清楚的 就是佛经讲的五蕴 五蕴是什么 五蕴就是 最小的物质现象 但是物质现象 它里头有精神 色是物质 后头有受想行色 只要是色 它一定有受想行色 色不可以独立 受想行色 也不可以独立 它要色 它才能显现出来 所以从这个概念上来讲 所有一切物质 都懂得看 都懂人的意思 这个是原理 《大成经》几千年来都讲 五蕴皆空 这个空就是真如智性 五蕴皆空 我们很多年来都将它说错了 我们误会了 说五蕴是什么 以为是整个人生 身体是释法 我有感受 那就是受心理的 我能够思想 想过去想未来 行 行是 这个现象 它不会间断 前念灭后念生 相相似相造 那叫行 它不会中断 最后一个色 那就是阿拉耶 那就是一念不觉 它是色的源头 叫本色 它能变 佛经讲得清楚 上个月就起源 讲明白 讲清楚了 哪个做的 自己做的 跟人毫无关系 不做呢 不做呢 不做就不受了 歌五就不做了 不做就不做 互助妄为 做作里头 有善有恶 善 敢招的三善道 恶 敢招来的三恶道 其实 恶善 善道 恶道 全是假的 不单止十法界是假的 六道是假的 连十报庄业不到 也不是真的 无此蒙明集气 断干净 它就没有了 什么是真的 上直纲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再过二三十年 大乘经典 不属于宗教 佛教和宗教会离开 不是宗教 是高等科学 科学家都要来学大乘经 如果用佛教里头的方法 叫你自己明心见证 佛法会兴望起来 这是真实智慧 不是假的 点开智慧 要修定 点修定 要持戒 要守规矩 要守规矩 这些规矩里头 我觉得 老实 听话 真做 学生 必须要具备 要有这种精神 有这种德行 本身 要有欺盛欺言的大愿 深信 人性 本善 大乘教里头所说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一定要相信 相信 静重 修学的 依据 是心 是佛 是心 作佛 还要有 老师的 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你以前所学的 我不承认 第二个要求 只能跟他一个人学 第三个要求 你读的文章 没有他批准 不看得 为什么呢 这是将你的眼 不应该看的东西 将它遮住了 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 不听其他人讲 耳朵塞住了 双眼蒙蔽住 叫你什么都不好看 什么都不好听 这是什么 修定 三个月到六个月 效果灼注 肯定会 妄念少 集念少 妄念少 集念少 智慧先能言前 你先能看得明白 你先能听得懂 而不是只看皮毛 只看皮毛 你什么都得不到 只有点常识 智慧开了 你看到深度 就是画里头有画 文字里头 有妙理在 那就不一样了 这种是科学没办法理解的 它是心性知学 比科学高明多了 科学的对象全是虚妄的 物质现象是虚妄的 现在科学家证明 物质 它根本就不存在 它这个幻想 我们不以为真 是因为它的频率太高了 我们将它当真 其实它不是真的 真的它就有障碍 它不是真的 所以物质根本没有障碍 它在什么状况之下 产生这个幻想 是波动的现象 频率 频率太高了 微纳菩萨跟我们说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念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坛子 三百二十兆次的生灭 我们怎会知道 这种现象就在眼前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全是在这种频率之下 产生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 我们误以为真实 具体的数字 我们看以前的电影 以前旧式的电影 是用幻灯片组成的 我这里还有 菲林 这些是电影的菲林 幻灯片 在放映机里 它的速度 一秒钟二十四张 一秒钟二十四张 这种幻想 重叠在一起 就是 我们看到 好像是真的 我们可以做实验 将这二十四张菲林 我们将二十三张图画 我留下一张 为什么呢? 留下一张 我就看到二十四分之一秒是怎么样的 就能看到了 在放映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一度光一闪 就没有了 这些光里头 什么看不清楚 你看 完全不知道 现在将这个频率 提升到电视 电影 是一秒钟二十四张 电视 以前的电视 不是现在的 以前的电视 一秒钟五十张 所以电视画面给电影 电影有时 你看到有些闪动 电视不会 为什么呢? 它提升了一倍 五十张 现代的电视用数码 数码一秒钟一百张 越来越逼真 一百张 我们一丝毫破绽 都看不出来 如果说一秒钟一百张 我们用一张 放给你看 可能那一闪光 都看不到 来不及它太快了 二十四分之一秒 看到光闪了一下 要知道 这个事实真相 放在我们面前 放在面前 看不到 你就要知道 佛讲是假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还抛影 真的好像发梦 梦醒了之后 再找不到 没有可能第二次 再做同样的梦 找不到 这种叫宇宙的真相 诸法实相 所以往生到记录世界 是必须的 不可以不去 不去你就错了 遇到不去 没有缘分 遇到不去 多可惜 遇到不可以不去 而且很容易去 而且很容易去 不难 绝对一生成佛 这个意思 还未说完 下面要解说的 五逆十恶 十念成就 大叶皇生 居下下品者 皆得三不退 你见到这个信息 能不去吗 这个世间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不好留念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 只有一件大事 念佛求生淨土 其他的 要学 可言老和尚 不问不问 念念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真的会被你想到 他来和你接触的时候 像梦 非梦 好像梦 又不像梦 他真来了 他不是假的 梦是假的 佛是真来 送信息给你 真遇到困境 他来帮助你解决 我们这一生 功德做圆满的时候 佛自自然然 会来通知我们 接引我们往生 往生 绝对要 自然地走 没有一些障碍 彻底放下 现在就要放下 不是等我走的时候放下 现在就要放下 放下就自在 放下就有智慧了 不放下就生烦恼 烦恼绝对是障碍 一切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口道只有阿弥陀佛 那就对了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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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najwię 阿弥陀佛